作曲 李宗盛 作词 李宗盛 作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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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 你的左手一句 右手一回 都牵断我的心 我的心 你那忙碌最新 跳动的美誉 看来都有意义 听听我的手心 看见我的声音 我的船头点点目着 有理由好近 听听我的表情 看见我的心情 进入我的世界 原是这么的容易 观众朋友大家好 我是小叔 嗨大家好 我是丽玉 欢迎收看听听看 小叔啊 你平常使用 ATM提款的时候 会不会为了省每次 跨行提款的 五元手续费 而特地跑到 存款银行的提款机 去领钱呢 大多数时候会 比方说 如果只是多走几分钟的路 就会到下一个提款机 或者是过个马路 就有不用花这 五元手续费的提款机 我还是会能省则省 我想大多数的身账朋友 应该都有类似 换提款机领钱的经验 听账朋友还好 但是对于行动不便的 支账或者是 试账朋友来说 可能就有障碍 不太方便了 对呀 我曾经看过一个 坐轮椅的朋友 为了省五元的 跨行手续费 明明旁边就有一台提款机 他还是选择过马路 到对面的提款机去领钱 差点被车给撞了 真是危险 你知道吗 从今年开始 有一个新的福利了 那就是身心障碍者 在ATM做跨行提款的时候 单一账户 每一年都可以有 三十六次免手续费的优惠 真是太好了 不过需要事先申请吗 当然需要事先申请了 想要使用这项优惠的 身账朋友啊 必须拿身心障碍手册 先到银行会台 做申请开通 当天申请啊 当天就可以享受优惠哦 哦 如果我同时有好几张 不同银行的提款卡 该怎么办呢 如果说啊 要申请多家银行 是可以的 比方说啊 你有五家银行的金融卡 那么就向五家银行申请 可以省下更多的手续费 但是目前一家银行 仅限一个账户 哇 太棒了 我下星期刚好要去银行办事 就可以顺便把这个福利也申请啦 谢谢你告诉我这个好消息 不客气 只要有好康的特别的情报啊 当然都要赶快报给 身账朋友知道咯 不知道今天听听看 有哪些特别或好康的内容呢 马上就来看看 请看 乌以新是个令人意想不到的女孩 她小的时候是个活泼爱跳舞的小女生 没有想到八岁时罹患了罕见疾病 不但智力退化 肌肉不协调 连吞咽都有困难 曾被判定活不过二十岁 但是她却很有毅力地 跟一般孩子一样 每天去学校上课 认真地读书 并且考上了研究所 还荣获2016年 身心障碍楷模金银奖呢 乌以新啊 从小患有罕见疾病 在寻求医治的过程中 发现小她五岁的弟弟也是同病相怜啊 这对他们的爸妈来说 要带大两个生命随时会结束的孩子 是何等的不容易啊 然而看似柔弱的以新呢 在家人爱的支持跟照护下 用无比坚强的毅力 勇敢地面对生命的难关 让我们一起来看看 以新和她家人的故事吧 乌以新出生在台北市 今年二十五岁 是真理大学宗教系研究所的学生 她罹患了C型尼曼匹克症 这是相当罕见的罕见疾病 据说全台湾至今发现的病例 大约只有十位 而乌家却有以新姐弟 两个人都是患者 要照顾这样的孩子们 对任何一个家庭来说 都是极大的压力和挑战 好 保险放下 哇 东西都晕倒了 一 二 三 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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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实以新在她之前 还有一个姐姐 这个姐姐叫乌以轩 她是新生而猝死 我失去这个孩子的时候 整整在家里的浴缸 哭了半年 就每天都哭 每天都哭 因为我觉得这件事 怎么会发生在我身上这样子 这个小baby是在岳母的怀疑中 走掉了 那过了三年妈妈又怀孕 妈妈怀孕那天 我还记得我那时候住院 因为我那时候身体状况最差 躺在医院在那边挂脖子 她告诉我 我 你要当爸爸了 我才好高兴 像病就好了一半 之后很期待着孩子的出生 所以后来有了乙兴之后啊 那个压力很大 大到我坐月子的时候 我每天都睁着眼睛看她 因为我很怕她离开 其实在乌以兴 她小baby的第五十天 我们估计两个就很紧张 因为我们老大是在第五十三天走的 然后我们接着说 会有这个 一个关卡的感觉这样 一直到乙兴 十岁 因为她洗澡的时候 她拿不到洗髮精 所以我以为说 她眼睛近视 那就开始看颜客 都查不出原因 那后来我去国外做检体 才知道说孩子得到罕见疾病 所以我有没有晕倒 我觉得应该是说 后来弟弟要骨髓移植给姐姐 然后又发现 弟弟未来也会试的时候 那才是真的最苦最苦的当下 我觉得那比我知道 乙兴的这一个点的时候 那是感觉你所有的希望 完全都没有了 嗨 你们看 乙兴漂亮不漂亮啊 穿着打扮都很美哦 握拳是你好 你好 棒 你好 谢谢 谢谢 学手语除了可以沟通 还可以复健哦 利用肢体的运动做复健 对身体也很好 很适合乙兴啊 没办法说话的时候可以打手语 OK吗 手语的OK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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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爸爸开心的样子就知道他很乐观 也想把更多的快乐带给乙兴 他真的是好爸爸 你也很棒啊 他就是长得像我 鼻子挺挺的 眼淡小小小的 眼睛就没有像我 眼睛像妈妈 大大的 脑袋呢就像妈妈那么聪明 对不对 对啊 对啊 真好 看我的 爸爸累了 帮他擦擦汗 你觉得我跟爸爸谁演的比较好啊 他 我吗 好 从小我对乙兴其实是很严的 因为我还帮他上零岁教育 然后在一岁以前要试多少字 然后两岁开始读绘本 然后三岁学芭蕾舞 其实我真的对他要求很多 然后四岁学钢琴 然后他又打吉乐 然后他是三岁半就开始上全美语 读小学一年级的时候 我就让他下厨 煎盒包蛋 切水果什么都让他做 所以我其实有点像虎妈的教育 这样在带他 乙兴在画什么呢 有白色 蓝色 两种颜色 啊 原来是在画天空的云啊 让他自己在空间中自由创作 同时呢 也训练手部的控制力 诶 你画得很棒耶 赞 赞 他也知道赞 我是仙丹以诺 那乙兴呢 他想要念硕士 所以呢 乌妈呢 他就希望我来知道乙兴 绘画的部分 那我就在他们家的阳台上 就是看到了乌爸乌妈 养的鹿角绝 然后我就觉得他们的鹿角绝很有活力 那我觉得 或许我可以用自然的物件 然后来教他们姐弟俩的作画 然后这当中呢 也有所谓的人文的关怀 那也有乌爸跟乌妈 他们的爱在里头 你心里画的是什么 是云吗 还是海浪 是天空喔 是天空喔 其实每次看他创作出来的时候 心里有一种惊喜 就觉得说 孩子的心里是这么的美丽 就很高兴 口水 口水没办法吞下去 所以说要用抽的 乌姬很喜欢吃美食 披萨蛋糕 有时候我们煮一些好吃的东西啊 我看他就吻着香味很想要吃 可是他就看着我们 我问他说哪里怎么忍耐 他说 我看着你们我就很高兴 真的是 吃也不能吃 睡也睡不好 连他要呼吸都这样的困难 我是真的很佩服他 他不晓得怎么忍耐下来的 连我是妈妈 我都觉得这个孩子 你很棒喔 你好棒 这十几年来啊 乌姬的身心承受很多的苦痛 但是他却没有抱怨过 因为他知道 他的爸妈是这么的爱他 把他当成是一般的孩子一样 鼓励他去做自己想做的事情 他们这一家真的是罕见的幸福家庭 因为罕见疾病 把他们全家紧紧地孤在一起 全家人在一起的时候 就是满满的幸福和满满的爱呢 其实我到现在我还是会跟乙兴谈爱情 虽然看起来他似乎没有能力照顾自己 他也不一定有能力可以结婚 可是我没有让他对爱情失去盼望 我甚至跟他说 乙兴你知道吗 也或许有个王子他还在等待你 乙兴你一定要把自己打扮得漂漂亮亮 而且你要相信这个世界上会有人深深爱着你 我就是每次都在跟他说 真是爱漂亮 跟我一样爱戴造型镜框 是不是啊 这是乙兴的房间 正前方可以看电视 墙壁上摆满了玩具 你会唱歌啊 金马奖 我们有一个叫做不落跑爸爸 这个乌爸爸 因为我很怕他跑掉 所以我请他去组一个不落跑老爸俱乐部 其实我曾经私底下跟他协议过 我说我可以放他走 我可以让他再去结婚 我可以一个人照顾两个孩子都没关系 可是他没有说他要离开 统统教育家 乙兴 乙兴也想跑啊 要跑去哪里 卫生医也想跑到去这个西藏 跑去这个 去那边牧养好了 可是你的心 你一辈子你跑得掉吗 我干脆留下来勇敢去面对他 不小心拿金马奖 我也有金钟奖啊 哥良好哦 一二三四 二二三四 三二三四 记得哦 马上回来 乙兴自从十岁生病以后 很多事情想做却做不了 但是家人不把生病的孩子当成负担 在孩子身体状况还没有很糟之前 全家人一起出国 走遍许多国家 而乙兴一提到帮助别人这样的话 就会显出特别兴奋的肢体动作跟表情 他曾经和家人到西非的布吉纳法所做公益活动 全家人也经常去做生命教育的演讲 分享他们家爱的故事 在旁人的眼里看乙兴一家人啊 觉得真的是很神奇啊 孩子们那么不方便 爸爸妈妈照顾小孩 长期睡眠不足 居然还能够跑遍世界各地 然后到处去做分享 告诉大家 罕见疾病的家庭 并不是人们想象中的那么悲情 他们一样可以快乐自得地过生活 他们要的并不是社会的同情 而是对罕见疾病的了解 以及包容 给大家打声招呼 贵心 给大家问候打声招呼好不好 跟他说 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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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实因为他们让我们有机会站出来去分享 站出来去演讲去接受采访 那这些真的是他们给我的力量 给我的勇气 因为他们让我们家 让我们夫妻的生命更加的精彩 其实我到现在感觉我好像都还在跑耶 还继续在跑 一直在跑 那我们也请所有入围的同学们也上台 如果是一场战争 你知道你最后结果是打不赢的 可是你却必须要去战斗它 那你每天天一亮就要开始战斗 所以天一亮继续打 战争 继续打 打完晚上回来休息 隔天就继续打 所以我常说我们家很像一个部队 真的每天都在战争里面 对啊 十五年了 小心小心 等一下 你抱住妈妈 来 全家出门就像打仗一样 对于学习 乙欣从来不曾放弃 他中学的时候读的是特教班 但是他一直都希望升学 所以他的妈妈就陪着他一起考上了蓝阳技术学院 两个人经过四年大学教育的洗礼呢 接着他和妈妈又再度当起了同班同学 在淡水真理大学就读宗教研究所 这些对别人来说觉得太辛苦 太不可思议的事 他就是做到了 其实说真的 我在想如果我不是这样 我应该不敢年纪这么大还跑去读书 可是我很高兴 因为我去读书之后 我发觉我鼓励了一些人 他们也去圆这个人生的梦 尤其我跟着乙欣到研究所之后 其实很多教授来告诉我说 这些大学生的爸爸妈妈如果有机会 他们可以再回到校园 他们来了解孩子现在在做什么 我后来觉得这也是一件很美的事 乙欣就是大概这三学期都修我这些相关的课程 它是表达会出问题 会有困难 那可是我们这是研究所的课啊 他表达有困难 说那我的测验会这样测哦 你可以吗 他也都说好 他很少说不好的 那我说我的课通常都是要去帮助别人哦 你有兴趣吗 他说很兴奋的表示他很有兴趣 那这当然就不能推辞了 就一定要教啊 A还是B还是C A 登登登登 错了 你刚才有没有看到 他被我打叉叉 他本来是很兴奋的嘛 我马上就 嘴巴又堵起来 就是有时候你看他身体的动作 你就知道这个他会 都会表现出来 让我更学会去注意非语言的讯息 你看到这里有一堆沙 假装这是你的家 妈妈在哪里 在这里吗 因为心理这种现象有时候是可以用图像去呈现 大概就可以了解说这是什么样的情绪 这是什么样的一个场景 那他没办法做动作 那我可以用一些物件一些玩偶公仔 这些公仔可能会有一些动作 他就可以选择这些玩偶 来表达说可以做什么动作 是 这是你最喜欢的 他都一直在你身边 对不对 不是哦 他没有常常在你身边 好 跟你有点距离 最主要是要帮助他去了解自己 他心目中的弟弟就是这样 你看他选了弟弟 你看他选的爸爸是这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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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选的妈妈 这就是我妈 这肯定是我嘛 不是哦 他直接跟你打叉叉 那你觉得我会是他吗 那我有这么可爱吗 那我有这么可爱吗 有啊 我有这么可爱啊 哎呦小丸子啊 谢谢你 妈妈在跟妈妈不在 他的表达是不一样的 我本来以为这个是我 我想说最强壮的是我 结果真的是谁 妈 妈 真的哦 好高兴哦 你心目中的爸爸 你心目中的妈妈 对对 感谢你 OK 怎么讲呢 我们每一个人都会 在不同人面前 就表现适当的自己 那雨昕他就是这么人心话 他就是这样 他不做作 很真实 时间过得真快 以心在美丽的校园里度过快乐的研究生时光 在毕业之前呢 同学们相约拍团体照 我想啊 今天一定能够留下珍贵又难忘的回忆 因为不但同学老师们到齐 就连校长副校长还有以心的外公外婆还有爸爸以及弟弟全部都到场了 真是既欢喜又温馨呢 这个要抢一下镜头 吴以心这样的一个同学能够在学校有一个很好的一个学习机会 我们非常感谢他的家长有计划的替以心呢做出学习的一个计划 也愿意付出跟陪伴 那我们也是非常高兴 能够让这样的一个案例 在我们学校成为我们的一个典范 对啊 以心今天比我高耶 很开心可以成为以心 还有这个乌妈他们的老师 因为他们有上过我的课 然后我们感受到以心 他对于这个知识追求的执着 还有他对于梦想坚持的那种毅力 那真理大学因为是我们教会学校 所以我们会透过基督的爱来协助 也期待这样的爱能够所有的同学都能感受得到 哇 以心好漂亮喔 对 很高兴那个 因为真的很不容易 而且真的以心这样的一个表现 我们都非常受到很大的感动跟激励 那也很高兴以心这样 他慢慢可以完成学院 得意的一天 是很辛苦 但是看到这样的画面 都觉得蛮值得的 其实我真的很感动 我觉得走到今天 真的不是靠我们这一家人 是很多人很多人 给我们很好的协助 这么多的师长如此的用心 我真的看到他们都是日夜在工作 所以我觉得我们不要失去对这个社会的盼望 台湾一定是美好的 因为有我们就会更好 谢谢 本来呢 对于人生 其实我们都觉得我们已经非常足够了 可是在他们身上 我看到他们那个建议的力量 所以呢 上帝真的很爱我们 然后很爱以心 很爱我的姐姐 那我真的很开心 我们可以一起在这边念书 一起在这边研究 对对很高兴就是他来这里 就是看以心啦 很勇敢 很认真的上课 也很高兴啦 对 以心他是非常难得的一个同学 我们非常珍惜他的 跟他的相聚的机缘 非常难得他有这个机会 能够毕业 我们比恩同庆 以心啊 他都非常的认真做 而且都会打了一大串的报告 有的时候 如果你精神不好的话 真的 那就不要 那真的不适合来听他的报告 因为太长了 那因为我本身工作 那有时候都会自己觉得 没时间上课 对 那看到以心出现在我们的课堂上 就往往都会鼓励我 我深深觉得以心是 我内心很大的一个 算鼓励的一个老师 你有没有看过一种母女 其实不开口 你就可以感受到他们彼此之间的感情有多深 然后彼此互望一眼 你就知道他们在彼此的生命中 占有多么重要的部分 我觉得他们就是那样一对母女 你完全不用问利林任何一件事 你就知道那个乌妈的生命 全部都是为了以心而奋斗而活 以心呢也是一样 然后乌妈常认为她自己是很坚强的 可是事实上照我这个同学观察 我认为其实乌妈跟乌爸更坚强 我们要恭喜乌以心的事 欢迎以心 恭喜 恭喜以心 我要非常恭喜以心 她今天呢是得大奖 因为这是身上朋友最高的奖项 那我们也看到以心的努力 所以她将来第一位社会有很多的贡献 恭喜以心 好 好 咦 嘿嘿 嘿嘿 以心她上进散播爱心的事迹啊 让她得到了很多的肯定 她在读大学的时候呢 曾经得到总统教育奖 2016年的年底呢 身心障碍楷模精英奖 又把荣誉颁给了她 其实对乌心 还有她的家人来说啊 得不得奖 并不是重点 重要的是 让更多人知道身心障碍朋友的努力 也更了解以及重视 喊病病友们的权益呢 我很感动以心 她把精英奖这个奖金捐出来 变成一个奖学金 我们希望每一年 可以帮助在真理大学 宗教研究所的新生 只要她是身障身 每年提供这样两个名额 可以给他们奖学金 我们希望能够抛砖引玉 就是因为这样子 所以说我才支持我们俩 夫妻两个勇敢站出来 来关心多一点的爱 多一点的回馈 其实我觉得这社会会更美好 谢谢她当我的孩子 谢谢她相信我会是 愿意好好照顾她的妈妈 怎么这么好啊 还有人来帮我拍啊 妈 嗨 今天和观众朋友们一起认识 以心这位罕见天使 我真的感到很高兴 也很感动 我看到他们一家人相处的时候啊 气氛总是和乐的 爸爸妈妈的脸上都常常挂着笑容 孩子们也没有因为身体不舒服 就表现不开心 或是不配合的态度 我觉得与其说他们令人疼惜 不如说他们很令人尊敬 以心一家人啊 每个人都有说不完的故事 只可惜节目时间有限 希望有机会 能够跟这个幸福家庭再次相聚 只要我能走的话 我最想要就是去登山 因为从小我就很向往就是高山 我都会想望的说有一天 我是不是能够亲自用我的脚 能够走到山顶 所以说我们台湾最有名的就是玉山 我最大的希望就是有一天能够站在玉山的顶缝 然后看的底下这样 当然101是我们台湾最高的建筑 我每次从这边经过的时候 都看到101上面飘过的这些云 我一直把它想象成一座高山 所以说我一直想说可以的话 我用我的双脚能够爬上101 那也是很棒的一件事情 保护眼睛 巩固视力 该休息一下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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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你的身份证字号 G222105488 你为什么要妨碍警察执行公务 我没有妨碍警察执行公务 那你也没有打警察 我没有打警察 没有 你很安静 吴雅丽 队长好 她在做什么 报告队长 妨碍公务 打警察 你劝你爸爸打警察 没有打警察 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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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警察乱来的 是警察乱来的 警察乱来的 我没有打警察 那去那边做什么 我就想你们就要这样结案了 阿豪会继承不了他爸的房子 谁说我结案的 李警官 我知道你很愿意帮忙 这些人他们都认识顾欣赏 对 我认识老婆 我认识 他是我邻居 他们会知道他葬在哪里 难道你就不可以开关比对一下 他跟爱好的DNA吗 DNA 对 来来来来来来 进来进来进来 坐坐坐 来来来来来 坐 来来来来 这这这 这里就是警察局啊 爷爷奶奶 你们这里坐 坐 不能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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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能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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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能坐 爷爷奶奶他们都不肯坐耶 不能坐 你们为什么都不坐呢 哎呀 坐在警察局的都是被上手铐的 哎 我们不能坐啊不能坐啊 是啊是啊是啊 哎呀 那是电视新闻 我们是演戏 不一样 你们坐吧 不坐不坐 不坐不坐 不坐 不坐 坐坐坐 坐坐坐坐 坐坐坐 坐坐 你们不坐怎么拍戏呢 不坐 哎有了 不然这样吧 我陪你们坐 你们就不用害怕了吧 啊 来来来来来 坐坐坐坐 哎 坐坐坐吧 这这这这 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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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 嗯 坐在警察局啊 真的不太自在 怎么办呢 哎 哎 没关系 忍耐一下吧 细拍完就好 各位观众朋友 请欣赏今天的首语剧场 全力过城 五 四 三 二 演戏吧 你不能走 你不能走 不能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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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几年赐的 七十 那你的身份证字号 G222105488 咔 无论办什么手续 通常第一个被问的问题 就是出生年月日 手语该怎么比呢 生的手语有两种 第一 一个人生出一个人 手语就是生 生 第二 从身体生下来是生 生 生 年是怎么来的呢 聚开树木年轮一圈 是一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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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鼠手指是多少 多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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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把这些手语合在一起呢 就是几年次 几年次 爷爷 爷爷奶奶 你们几年次啊 不告诉你啊 不能说啊 不能说啊 好吧 问过生日以后啊 接着呢是身份证 手语要怎么比呢 身体盖个大张 你看啊 盖个大张 手语就是身份证 身份证 刚刚教过多少 两手上下一期数就是号码 号码 合在一起啊 就是身份证号码 爷爷奶奶 你们身份证号码几号啊 不告诉你 不能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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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也不能说 那也不能说 什么都问不出来了 算了 算了 女姐 你继续问吧 我不问了啊 哦 开门 你为什么要妨碍警察执行公务 我没有妨碍警察执行公务啊 那你有没有打警察 没有没有没有 没有打警察 没有没有没有 没有 真的没有 现场安静哦 安静 吴雅丽 队长好 她来做什么 妨碍公务 呐 敬礼 队长好 报告队长 阴到六名 十到六名 报告完毕 敬礼 你来做什么 报告队长 我是来教手语的 队伍排成一列 像他们这样 手语是 队 队 队的老大 就是我 就是队长 队长 队长 事情拿起来丢出去 是 报告 报告 先看到队长 再向他报告 那就是 报告队长 好 敬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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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好 好 一个班级啊 四四方方 首语就是 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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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老大呢 就是 班长 首语呢 就是 班长 班长 把这个首语连起来呢 就是 报告班长 报告班长 接下来我们要做什么呢 继续拍戏 散开 三 一二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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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想 你们就要这样结案了 阿豪会继承不了他爸的房子 今天找你们来啊 是有事要跟你们谈谈呢 爸爸啊 我想我年纪大了 所以 所以 想要把财产分给我们 让我们继承 对不对啊 爸爸 谢谢你 爸 爸 爸 你这栋房子 要让谁来继承呢 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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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全块 有多少啊 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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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们不要吵了 听你爸爸讲 这两个字的意思就是人死了翻个身就死了把拥有的东西交给其他人 手语那就是继承 继承 或者死亡之后啊 把拥有的东西传给下一代手语就是继承 我的财产很多 有房子啊 银行的存款啊 还有保险金等等 很棒 很棒 房子 很简单啊 两只手撑成一个家就是房子 房子 到处都是钱的房子是银行 银行 钱叠起来是存款 合起来就是银行存款 第三啊 保险照字面保护危险 爸 保险 保险 这三样你们了解了吧 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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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这三样你要怎么分给我们呢 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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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了 你们不要吵了 听你爸爸讲 我决定了 因为处理遗产太麻烦 所以我决定 都让你们的妈妈继承 由他全群决定 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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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你们的爸爸 怎么没有人给我 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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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谁说我要结案的 李警官 我知道你很愿意帮忙 这些人他们都认识顾兴祥 对不对 认识 老顾我认识 他是我邻居 认识认识 他们会知道他葬在哪里 难道你就不可以开关比对一下 他跟阿豪的DNA吗 DNA 对 他 OK 今天问笔录的戏已经拍完了 大家辛苦了 谢谢各位爷爷奶奶 你们可以起来了 太好了 终于不用像犯人一样坐着 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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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可以回家了吧 我受不了了 走了 走了 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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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先一起帮观众朋友复习手语 复习文 再回家吧 好 OK 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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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年 年 队长 队长 报告 报告 继扔 바 积成 宿 积成 议成 复习完了 可以回家了 回家了 拜拜 等等 李正安 起立 报告队长 应到六名 十到六名 全力过程 拍摄完毕 好的 观众朋友 请欣赏完整的首语短句 全力过程 敬礼后原地解散 谢谢队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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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成立 几年次的 七十 那你的身份证字号 G222105488 你为什么要妨碍警察执行公务 我没有妨碍警察执行公务啊 那你又没有打警察 没有没有 我没有打警察 没有没有没有 没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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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场安静哦 安静 好 嗯 吴雅丽 呃 队长好 他来做什么 呃 報告队长 他妨碍公务 呃 呃 打警察 你选你爸爸打警察呀 没有打警察 没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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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没有打警察 那你去那边做什么 我就想你们就这样结案了 阿豪会继承不了他爸的房子的 谁说我要结案的 李警官 我知道你很愿意帮忙 这些人他们都认识顾兴祥的 对不对 你认识 老布 我认识 他是我的邻居 我认识 他们会知道他葬在哪里 难道你就不可以开关比对一下 他跟阿豪的DNA吗 DNA 对 小叔啊 有这么冷吗 你穿这么多 行动看起来很笨拙 你怎么会啊 我还担心我穿这样会不会不够暖和 也不知道怎么回事 今年好像特别怕冷 你啊 就是缺乏运动 你看我平常都有在运动啊 所以身体的代谢好 身体也就比较不怕冷了 哎呀 我也想要运动啊 但是家里空间不够大 也不能买健身器材在家里运动 你叫我去外面运动 哎哟 光想到外面天气这么冷 就还是算了啦 哎呀 你这样不行 就是因为冷啊 才正要动一动 你知道吗 根据医学研究发现啊 每天不要多 只要运动15分钟 就可以减少14%的死亡率 同时呢 还可以延长寿命 三年的时间呢 真的还假的 只要每天运动15分钟 对健康就有这么多的好处哦 当然了 这可是有医学根据的 而且最重要的是啊 这些好处 适用各个年龄层 包括了年轻人 老人 男性 女性 对于有心血管疾病风险的人 也一样有用哦 可是15分钟 能做什么运动 哎哟 可以做简单又易学的健康操呀 国民健康局啊 就有设计一些新版的健康操 不管是健康操的时间和强度 都很适合所有的民众 也没有场地还有服装的限制 让大家可以随时都动起来 没错 大家也可以来学学我们的手语健康操 既可以学手语 又可以达到运动的目的 没错 马上就举一反三了 所以啊 现在你应该没有理由不运动了 对吧 经你这么一说啊 我现在可是全身的运动细胞都蠢蠢欲动了 走 我们赶快去运动吧 先等一下 还没有跟观众朋友说再见呢 对哦 差点忘了 观众朋友 记得下周同一时间继续收看听听看 我们下周见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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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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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要盡力 你 你也一半 你 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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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身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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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